一个被幸运眷顾的女神,热巴是一个新疆人,气质清纯高雅,轻力脱俗而又带着浓郁的抑郁风情的女神。 作为花旦的她,在杨幂的大力支持下,犹如挣脱绳子的黑马在舞台上奔跑不息,因为热巴的颜值实在是非常的高。 从她在电影里饰演可爱的凤九到丑女变美女的李慧珍,热巴的演技一直在提升。 而且她更是凭借着漂亮的李慧珍这部剧获得了很多的奖项,人气高涨的热巴,我们不仅关注她的演技,还关心她的恋情。 要说热巴最近最火的新剧,那肯定就是一千零一夜了,热巴在剧里饰演善良友爱的零零七。 看到这部剧的时候,大家都以为是关于失恋的故事,但是这关于热恋的故事。 在剧组里流传出热巴邓伦两个人有着亲密关系,不过最后被他们两个人成枪只是朋友关系。 那么我们的迪丽热巴女神到底喜欢谁呢? 大家都知道热巴和高伟光两个人主演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。 高伟光他是一个高调剧呢,具有不俗气质,而又不失绅士风度的混血脸帅哥。 在此前呢,也有不少粉丝CP东华凤酒在一起,两个人还是在同一个工作室工作,可谓是日久生情呀。 看来粉丝们的预言也真准,两个人也真般配。 热巴曾在某采访里被主持人提到,合作那么多剧的男演员里,你最喜欢哪一个呢? 热巴回答,我最喜欢高伟光,看似高冷,但认识一个人只对我一个人好。 为此大家是怎么看呢? 大家认为热巴会和高伟光走到一起吗? 你们更看好邓伦和热巴还是高伟光和热巴呢? 欢迎留言讨论,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小编,每天娱乐资讯更新不断。 我不用说感言 我不用说感言 感谢观看